四百多年前,欧洲人在普通品种基础上培育出品质更加卓越的白芦笋。 莱茵河西岸,数百年金庚细作,大地的景观已经彻底改变。 人工陪土为一种奇妙作物,营造幽暗环境。 娇嫩的白色金牙,以惊人的速度疯长。 两个月的收获季,农夫要昼夜颠倒,完全改变作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步进行,才能品尝到最佳风味。 早在古希腊时代,芦笋就被奉为真修。 四百多年前,欧洲人在普通品种基础上培育出品质更加卓越的白芦笋。 上好的白芦笋,不仅需要农夫的精心,也离不开农田的养护和土壤的宝伤。 在中国,另一种根精作物,对土地肥沃程度有同样高的要求。 这种作物的猪牙,古称铃鱼籽,铺在薄饼上蒸熟。 趁热洋,趁热洒白糖。 吃到它,意味着真正的收获即将开始。 跟白芦笋相似,它最美味的布围深埋地下。 山药,原产中国的古老蔬菜。 在当地,每收成一剂,必须轮耕其他作物,让土地得以修养。 变粉充裕的山药,加热后,得到幼稚的变化。 沙药,沙又软的质感,具有极强的咳酥性。 它本味甜淡,与其他食材相近如宾,安守一份软糯与干香。 大蒜,捕捉外表下,藏着催人泪下,欲说还修的别样风味。 祁连山北路,两千多年前,大蒜从中亚一路封城而来,传播至大江南北。 烧壳子,浇酥的脆皮下,面羊咸咸咸。 蒜收时节,装点小院里的五间茶饭。 刚采收的大蒜汁水风宁,容易霉变腐坏。 编成精巧的蒜变,确保蒜头与空气充分接触。 长时间曝晒会导致表皮开裂。 屋檐下依次悬挂,借助风的力量实现脱水。 晾晒数日,风味更加浓厚。 刀切或研磨,细胞壁破裂,大蒜素溢出。 形成强烈的刺激气味,对于大蒜,中国各地有不同的权势。 高温油炸,焦香之外,有糖分带来的诱人褐色。 余温继续烹炸。 金银蒜,浓妆淡膜,岭南人用它搭配清甜的海鲜。 两股劲道的鲜香,一击而发。 中国北方会利用低温和食醋重塑它的风味。 低温带来碧绿的色泽,辣度神奇降低,进染上醋的甘酸。 与牛肚一同爆炒。 辣巴蒜的爽脆,牛肚的香鱼,你推我让,一唱一和。